二氧化碳濃度300萬年最高 死啦死啦 美國氣候科學家上星期四 抽到大氣的二氧化碳濃度突破了400ppm 但對上一次這麼高是300萬年前 當時還沒有人 沙拉沙漠還是草原 北冰洋沒有冰 海面水位比現在高40米 科學家警告 如果升到450ppm 25年內全球平均氣溫會高3至4度 南北極高8度 到時不知馬爾代夫 很多陸地都會被煙沒 有科學家說 你跌到350ppm才算安全 其實工業革命之前 二氧化碳水平只有280ppm 但各國不斷用化石燃料令到溫室效應 前年全球一共排放382億噸二氧化碳 中國最多 美國排第二 為救救地球 很多歐洲國家都定了限牌目標 但中美不想經濟受到打擊 互相卸博 遲遲不肯設定 專家說 越次省牌 可能對經濟打擊越大 就像鐵達尼號 如果一早被冰山 扔彎也不用急 但如果很近才急急避 就只能夠祈求避得過 但美國都有苦衷 因為它政界有一筆氣候懷疑輪者 因為全球暖化 是科學家和有特殊利益的人誇大 想打擊美國經濟 以及令新能源投資者受惠 還有眾議員質疑 二氧化碳水平其實不太高 不用大驚小怪 美科學家罵它是科學盲 因為有研究證實 幾百ppm已經足以令熱力 留在地球表面 好像在美國 血液酒精濃度超過800ppm已經是最佳 水中山拉含量安全水平是0.01ppm 但如果喝幾百ppm便足以致命感 二氧化碳即即買賣便可能會出事